民犯强悍者虽然必诛 这么霸气的话 你感觉谁说的 好多人都觉得应该是 未清祸去病这样的战神 武将的霸气侧漏 但实际上 他是出自西汉的文臣外交官 叫做陈汤的 请罪奏者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汤他是西汉时期的山东人 好读书 学士渊博 写的一首好文章 但是他家里很穷 又不爱干活 那可能读书也没时间去干活 就靠着这里讨一点 那里借一点来过日子 所以这个人很不受乡里人的待见 可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所以陈汤他就奔往长安 想去谋取个官职 干什么呢 他在太官的手下 做了一个叫做县石城 也就是宫廷专用厨房里面端菜打杂的 因此他后来也认识了这个傅平侯叫做张伯 张伯呢可是个大贵族 他的曾祖父就是汉武帝时期出了名的酷吏叫做张汤 他的爷爷呢也就是跟着汉宣帝的那个张安氏 张伯一看陈汤 这小子有点本事 于是呢就举荐给刚刚登上皇位才两年的这个汉元帝 本来呢这应该是陈汤事业的起点 可是啊一个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 当他呢看到前面有一丝光亮的时候 往往就奋不顾身的奔向了光明 但是他忘记了在奔往光明的路上 往往是有坑的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呢 陈汤的父亲死了 按照古代的理智 父母去世是必须要回去奔丧 而且呢汉朝也是以孝至天下 可陈汤的好不容易得到机会啊 他不愿意放弃啊 我太想当官了 太想建功立业了 思虑再三 还是舍小家为大家吧 不回去 可是呢他还没等到升官 就被监察百官的叫做司吏给弹劾了 说这人呢不守孝道 父亲去世他都不回去奔丧 为子不孝怎么能够当官呢 下狱之罪 就连张伯都受了牵连 这就叫做举人不查 这人人品都没搞清楚 你就胡乱举荐 陈汤呢这也叫做欲速则不达 而陈汤出狱以后呢 他还是要当官呢 虽然政史当中没有记载 他花了多少精力啊 走了多少门路啊 但总归他确实做了一个小怪 有句话叫 是精子总会发亮 这句话不假 但是呢 总得有人发现我是精子呀 没人发现怎么办 那我就得自己想办法冒出来发光呗 所以陈汤他就不断地上书 要求出示国外 因为陈汤知道 在京城里面熬资历 还不如直接到外面建功立业来得好 只要你有本事 说不定还可以封侯 因为当时的匈奴人先是被汉武帝打残 到了荒芜的末北 那里黄沙满地水草稀草 一个字苦啊 心惊胆战地想到汉朝的边境去打秋风 结果呢又被人打了个鼻心脸肿 想跟汉朝和亲吧 又怕人家不同意 怎么办呢 当时西域啊 有个汉朝的盟友叫做乌孙 那有汉朝的公主啊 加过去 那咱们要是把这个乌孙国的公主给抢来 那我们跟汉朝不也就是亲戚了吗 所以呢 他就联合的车师来攻打乌孙 那公主的梁家肯定不行啊 当时汉朝的皇帝就是汉宣帝 也就是汉元帝的老爸 他对匈奴啊 比汉武帝还狠 一下子就出动了16万铁机兵分五路 一顿猛血 就把这个匈奴啊 打得只剩半条命 那周边被匈奴欺负过的小国家 一干匈奴都这德性了 干脆趁你病要你命啊 这个人一怂啊 内部就不稳 你这领头的不行 是吧 还不如我呢 所以匈奴五大参与就开始内斗 一番杀法之后 匈奴就分为两部 南边的那一只 叫做呼喊爷铲鱼 熟悉吧 美女王昭君就是嫁给他 如果你喜欢王昭君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后面我来讲 他呢就跑到了汉朝 投降了 成为汉朝的一部分 叫做男匈奴 另外一只呢 就是他的哥哥 叫做智智铲鱼 他当时呢 虽然表示了臣服汉朝 还把儿子呢 送到汉朝去做人质 但是智智铲鱼啊 背后呢老是搞这种小动作 所以汉朝对于男匈奴的支持 那肯定就大呀 被匈奴智智铲鱼不服气了 凭啥你说帮我弟弟不帮我啊 然后呢他就给汉朝上书 说哎呀我想儿子了 能不能帮我儿子送回来啊 汉朝呢也没多想 那行 就派了个使节 把智智铲鱼的儿子呢 送回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智智铲鱼啊 恶向膽边生 居然把汉朝的使团 全部给杀了 然后呢又跑到西域市 东杀西打 西域主国见了他就头疼 汉朝等使节回来啊 哎怎么这个一出去就没音讯了呀 就问智智铲鱼 你把我使节弄哪里去了 可是智智铲鱼怎么说 还不好意思 我没见过 我从来就没见过什么使团呢 是不是他们迷路了 给狼给吃了 你还得还我儿子啊 所以这事呢 一拖就拖了八年 也就是在公元前36年的时候 陈汤要求出使国外的事情 终于被朝廷同意了 那朝廷安排的镇史啊 叫做甘炎寿 这个人骑士功夫一流 正规军出身 副使呢 陈汤任西域副校尉 这个人好谋 点子多 也路子出身 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那就叫做天作之和 可他们呢 一个使团才多少人呢 想干掉匈奴蝉鱼 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陈汤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而且还留下了 灵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的豪言庄语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